HELLO 大家好,我是 GameplayHK 今次想跟大家講講G Jam Causeway 初期升機體的心得 我都知道打G Jam都是玩自己喜歡的機體會比較開心 如果要升自己的心儀機體,其實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厲害的機體輔助 我們今集就介紹一下 玩開G Jam就知道,它原本一定會送兩部鳳凰給你 鳳凰的話,你可以升為鳳凰高達能力解放 因為這部,它本身也是很厲害,射程綠格 攻擊力也不是弱的 又或者可以升為多魯基斯 因為多魯基斯如果升了的話 它後期的機體就會變成其中一隻 是多魯基斯1的有羽毛那隻 另外會升到多魯基斯2和多魯基斯3 後期那些都比較厲害 而且多魯基斯的機動性是有270 在初期來算算是很高的機動性 如果一開頭很窮 還有一些機體都可以選擇買來升 因為一開遊戲只有5萬元 但是你手上真的沒有什麼厲害的機 那我就會建議買這個 馬格亞那克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買完之後 升了Level之後 它就能夠開到這個沙漠高達 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你升了沙漠之後就可以 不停可以升上去 就可以升到五指的機 基本旋風那些都是升到 如此類推上去 升到鳳凰零色 另外一部呢 就升這個 M1A迷亡高達 那為什麼要升它呢? 因為打後它就可以 設計到那部 觀星者 那其中一部鳳凰零色呢 我就會升做這個O Gundam 那剛剛就說到觀星者 那觀星者的設計圖 其實只不過是把O Gundam 和這個M1A迷亡高達 調合 就會有觀星者 那觀星者價錢呢 其實就不是貴的 那三萬六元左右 那但是你看回它 它射程有一至六格 本身都厲害 因為初期來計 六格的射程真的很誇張 而且你看它可以移動的適應性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 宇宙還要是A 你想想你一開始打傷 大部分都是宇宙關卡 那你看回機動性二百九 還高過多魯基斯 只不過攻擊力比較弱一點 只有二百四都很誇張 看一看這招式 其實有一招都算遠距離 三千六攻擊的月環連擊 還有 有一招四千五攻擊的地圖炮 還有一個單位技能 就是微型機械科技 這個就可以 每一彎回10%血 所以一開始是一個頗好用的機體 開發完觀星者之後 就解鎖一下 還有塞雷尼和索爾這兩個機師可以買 因為觀星者高移動力 幾弱性都高 還有招式距離都遠 所以都頗好用 當然這些都是初期讓大家打得舒服一點的心得 大家打後座 推進的故事 都有很多厲害的機器可以獲得 今集初期的心得到這裡 此在有期需要再分享 下次見,拜拜